今天晚上我们谈一个脑的话题 华人在海外的华人 华人不等于中国人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一个虚构的概念 不存在中华民族 海外的华人 他已经加入其他的国籍 所以他不等于华人 就中国而言 海外华人他不可能把你 解回中国 遇到事情他不可能叫车桥 不包括华人 那么海外侨民呢 侨民是属于中国人 侨民是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 比如说中国大使馆 中国领事馆 以及其他在外国 中国在外国的一些机构 一些企业 他属于侨民 所以侨民 属于中国人 那是可以的 那么海外华人 他不属于中国人 举个例子 那就说新疆人属于什么人 中国人会说新疆人当然属于中国人 当然在中国共产党统治区 在这个中国统治区可以说是新疆人 那么那么新疆人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华人呢 是不是汉人呢 是不是华人呢 那中国人肯定不认同新疆人是华人 所以新疆 西藏 蒙古 以及除了中原以外的其他地方 就是东南西北 比如西南地区 广东地区 以及其他地区 都不属于中国人 中国人属于中原一带 叫中国人 那么其他地方都不属于中国人 比如说在这个长江流域一带 他不属于中国人 他不属于中原 那么在海外 海外的华人 他不属于中国人 海外的华人 他已经属于外国人 因为他加入了外国 加入了外国国籍 加入外国国籍 要这个 如果脱离以前的种族国 效忠当地的国家和法律 有必要的话 要拿起武器 或者是 驻当地国家的这个 军队的后勤 就是保卫当地的国家 他没有责任保卫中国 所以华人不等于中国人 那么中国 中国在海外现在的华人 好多人 他说他是华人 他说他是中国人 如果说他没有加入中国 没有加入外国国籍 他说他是中国人 是可以的 那么加入了外国国籍 他说他是中国人 他是不对的 他说肯定是有问题的 那么 好多的中国人 在海外的中国人 在海外的华人 他说他是乔民 他说他不是中国 他说他是中国人 既然你要说你是中国人 那你就堂堂真正的加入中国国籍 离开当地国家 好好地住一个中国人 既然你要住一个外国人 那么 那么你就必须要脱离你以前的种族国 所以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中国人的 这个认同 国家认同的概念 模糊 造成中国人在海外 的这个困难 现在 由于国际形势的紧张 那么 中国人要 有一个要选择 选择什么 选择战队的问题 选择你是中国人 还是其他国家人 可以在美国就是美国人 既然你说是中国人 那么如果中美开战 那么中美开战 那你一定会进入移民监狱 做个审查 那么在海外的这个中国人 三天两头去中国 三天两头 这个跟中国交流 或者是这个用中国的微信啊 微博啊 等等的 中国的通讯工具 那么又不在西方 又不认同西方 而且没有西方的通讯工具 在海外 中国人还是 说的是中国话 住的是中国人圈子 看的是中文报纸 也不讲英语 也不学英语 那么既然如此 将来有一天中美开战 那么你受到的惩罚 那是应有的 那么不仅是在 在美国的中国人了 在全世界的中国人 都会受到审查 尤其是中国人输出中国意识 输出共产意识 就如七十年代 这个中国输出的共产主义意识 造成东南亚国家反华 造成东南亚国家是 通通的对华人 通通的接通通的杀 干掉了几十万华人 干掉了几十万侨民 那将来这一步 有可能重演 到底重演到什么程度 中国人自己考虑了 今天晚上我们有谈一个简单的话题 也是个老话题 就是国家认同问题 有人问我 他说你是 看你的面孔 你是中国人 看你听你说话 你是中国人 我说我推崇的是国家重新认同 民族重新认同 历史重新认同 既然重新认同 当然我认同 我现在认同我是在哪个国家 我就是哪个国家的人 我不是 我现在不在中国 我叫不叫中国人 OK 我这个话说清楚了 希望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 投资赞助我的美术工作计划 Thank you so much See you tomorrow Goodbye